自称是最不合格的相声演员 这段经历又给他的演艺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作为资深的喜剧人 他却因为文艺片获得第一个最佳男主角称号 他又是如何做到在喜剧和正剧中完美切换的 本期节目 范伟老师人闯喜剧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老梁看电影 最近在电影圈里金马奖又是一个热点的话题 因为这个奖项艺术水准应该说相对要高点 而且工信力要好上那么一点 最主要的是每次金马奖的颁奖前后都有一些热点话题 那么今年的热点话题是什么呢 因为金马奖的影帝这个名单当中港台的明星特别多 那么在影帝今年大陆就有一个人参与评奖 那就是著名的喜剧演员范伟 那么范伟呢 最近露面露的比较多 你看那个一句鼎一万句 我不是潘金点里边 他都有比较精彩的演出 宋建坊在县城当仇子 范伯伯 你去过这东西 跟吕游团去 既然跟北京反应 叫南人多些楼高些 范伯伯 你去问我总吗 我们要靠上去了 在电视上见过 叫南人多些楼高些 大家 那么范伯伯能否获得金马奖的影帝呢 也是这次金马奖之前呢 热炒了一个话题 2016年11月26日 金马奖逐期在台北举行 在这一届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 除了马思纯和周东宇 获得了最佳女主角 最引人关注的 就是范伯 夺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称号 一个因为喜剧人的身份 而被观众所熟知的喜剧大咖 一个因为擅长塑造幽默形象 而被观众所喜爱的国宝级演员 却凭借一部黑白文艺片 不成问题 肯定不成问题 不成问题的问题 成了金马奖上最大的赢家之一 我觉得今天站在这里啊 天时地利人和差一样都不行 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天 感谢地 尤其要感谢人 我跟导演说过 我们这个电影呢 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电影 我们拍得很淡 我们演得也很淡 特别感谢我们 这个评审老师们 对我们这么淡的表演 那么有耐心 那么细心 发现我们那一点妙处 特别感谢你们 谢谢 要感谢老舍先生 要感谢 梅峰导演 谢谢在座的观众 谢谢金马奖 谢谢 那么范伟为何能在文艺品和喜剧片中 无障碍切换 他的喜剧人身份 对他塑造证据形象又有怎样的影响 那么范伟这个人的表演方式 和我们看到的很多喜剧人的表演方式并不一样 你比方说我们在电影圈里边 说到喜剧大神 排第一位的就得说是葛优 范伟和葛优相比 他在喜剧演艺方式完全不同 怎么不同呢 葛优是一个身上自带喜剧标签的 范伟是不带喜剧标签的 有人说你这不对啊 那葛优咱们一看着是挺可乐 满脸眉目啥都是戏 范伟咱看脑子大脖子粗 不出师就果肤 那不也一样是都是戏吗 我跟大家说不是那么回事 你看我具体分析一下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说范伟不带喜剧标签 而葛优带喜剧标签 葛优这个喜剧标签体现的呢 他从形象言谈举止动作上 处处是包裹 同样一个动作别人做没啥意思 他做就可 比方说大家知道最近很流行的这个 北京摊也叫葛优摊 就我爱我家里面他演那个 那么一个等于混日子的二混的形象 往那沙发一靠 就家庭方面来说 你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家里就不管你吗 不管呀 就是我爹吧 单位特别严 一般不让回来 还在牢子那盯着 看看看看 这就是为了事业而耽误了子女教育的典型例子 你父亲在哪里工作呀 监狱 怪我嘛 改造犯人是一项极其牵扯精力的工作 可不是吗 要不人家警察说 让他把他自己管好了就行 不让他管我呢 用了半天你父亲是犯人哪 要别人那么一弄 没什么意思 他那么一弄 喜剧感马上出来 所以他这种自带喜剧标签啊 你看演喜剧的时候 那是事半功倍 非常舒服 可是要演别的形象的时候 就不见得占便宜 2008年的时候 葛柔柔演了一个电影 他里边演一个感情片子 把吴军梅范冰冰都给骗了 这是你喜欢听的 这是臭钥匙 接送孩子帮你 等我要我钱给你买新的 全换新的 可是他带着假发一出来 明明是很可恨的角色 可是你看完之后呢 你也不觉得他可恨 觉得很可乐 就冲淡了这个人物形象 包括冯小刚找他拍夜宴 让他演那个国王 照理说那个国王是 严格意义上讲是 哈姆雷特他叔叔 那个级别的人物 就说比较阴险狡诈 可是葛又一眼 葛哥 是你的灵魂 在冥冥之中 保佑着你的儿子 要他用我的血 来恢复你的光 如果是这样 哥哥 我把尊严还给你 福岡刚刚都说 这么一个悲剧 都让你给弄成亲民的喜剧了 所以他这身上 自带这种符号呢 喜剧符号呢 塑造喜剧是管用的 但是别的方面像正剧 有的时候就出现 大家跳戏的感觉 哪怕你演的多好 大家一看你 就想乐 就像我以前说过 宋丹丹 演那么多小品之后 再拍爱你没伤呢 明明是个感情悲剧 大伙一看他乐 没有那种悲剧和正剧的感觉了 范伟呢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怎么不是这样 那我不是潘金梁里边 他演那个张口就是 段子那果农 多有意思 你再看前面那个片子 一句顶一万句里头 范伟演那个角色 可不是喜剧 甚至是悲剧 他演一个四十多岁厨师 最后结婚呢 就是为找人说话 和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姑娘 刘培演那个 他们俩结婚了 结婚以后反而更没话了 就猜在这里 就是个地道的悲剧人物了 其实你别说是这种证据 范伟演的 你觉得很入戏 就当你看范伟演的证据的时候 你绝对看的不是可乐的形象 他最后演到最后 能让你深深的看进去 甚至有时候陪着他掉眼泪 这不光是证据 范伟演了非常多的文艺条 什么方向之旅啊 耳朵大有福啊 求求你表扬我啊 看车人的欺悦等等等等 如果你要是熟悉范伟这些片子 你就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为什么他不带喜剧标签